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海人为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各位维新圣教 医兴大学 所有维新新师同修 我们合掌恭念03会计 03一会万年登 四八大院照光明 王禅老祖庙至圣 王禅老祖庙至圣 加持冠顶见太平 加持冠顶见太平 那么无量寿庙至圣 王禅老祖大天尊 那么无量寿庙至圣 王禅老祖大天尊 各位维新圣教 医卫连 谢平安齐安法会 谈上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宗 朱祖庙至圣 在当下法会坛上 故姓氏所供奉招请的 朱祖庙与眷陵 愿会软动 朱陵重党 这一节我们继续 为各位来禅节 五路财神 财神就是我们心灵 的丰富 智慧的圆满为财神 财神不是只有世间的名利 财出财神 我是我们心灵的富有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的人 是最富有的啦 释迦牟尼佛也开出我们 我们 世界上你即使有家财万贯 环瑙也一定很多 抵不过心安的人 做到问心无愧 仰无愧于天福 无愧于地 尤其对列祖列宗的尊敬 大笑 能够用我们的因缘 公送圣人诸经 诸佛开示的经宝经典 法院来供养的 那是最富有的家 家族 所以富有不是只有我世间上看的 每天住的房子很漂亮 开了好出子 出去挂名牌 怎么样怎么样都不是 你最富有的就是让你的主灵 能够心安 主灵心安 就保佑着我们未来的主主孙孙 否则的话呢 你现在有再多的财产 很快就被我们的孩子 孙子把你花光了 到最后来 那也是贫穷一群的家庭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 虽然立教只有33年 但是亡产老子倒架持航 要求我们所有有结缘的 维新贤士同学们 一定要从大校 技术主联开始 相对的中华民族 三族儿女到现在来 昏布地球五大洲 那么真正能够保持未来的富有吗 很难讲 在亡产老祖开宿 我们要举办大校的 中华民族联合技术大典 在台湾净土的林口大体育馆 每年的一月一日 中午开始在大体育馆深谈 纪世祖祂枪 15615姓氏,列祖列宗租主陵集 917月天主帝王租梬 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朱健寧, 一百九十五位天皇总统朱健寧, 还有三千七百六十次大小战争, 以八百一十六次大小战争, 往死军民朱健寧, 全部依照宗教的法仪, 一一招请来期寧口祭祖大典的会场, 受纳祭拜供养, 这样才能够让中华民族未来, 真正建设一个康庄护国护民的大道, 的一块唯心净土啊, 也希望每个人, 都是五路财神的化身, 化身和圣身, 所以这一节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鬼谷先知五路财神经, 你要从哪里做到, 自己就是五路财神的化身和圣身呢, 就要知道一切用意知天机, 所以上一节已经开示到, 若人知命可转运, 用意了之六十四,六十四卦啦, 等下跟着我会讲这些妙法, 勤修立行可满怨, 你要勤修, 勤修要用心的去行, 你才可以满怨, 而命挂尊残, 命挂就是一个尊残, 见分明, 你这一生来生, 生生世世的, 是不是一位互有的家庭, 互有的家族呢, 务必要用意, 谷至今用, 要用易经的对待法则, 易经的因果律法则, 易经的一切智慧相包容, 你才能够真正了知, 人的命和运总要来转, 所以王产老祖开说文, 好命也要行功利得, 你有行功利得, 也要懂得你居住环境的风水。 虽然三分之一面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 过去我看到三十三年, 头尾将近四十年的死亡大众的风水, 若是家里住家工厂违背风水法则, 你绝对会造很多的苦业, 种很多的苦因, 然后就得到苦果, 不是上天不是悲, 上天给我们这个平台来世间, 山河大地平台给我们来养生, 但是我们要了知, 风水学的真理, 就有如中华航空公司, 在过去每四年一次灾难, 到最后一次澎湖灾难的时候, 事实中华民国交通部部长林林珊先生, 他就告诉公书董事长总经理, 这必定有原因, 这是求助于亡产老祖, 不但总会免事的一次, 所以我到公书去看, 这是违背风水的华舟, 门该开了不开, 不开开了不开了开了, 而且公书的门分数的门生老病死, 所以每四年, 发生一次灾难, 多么可怜啊, 很可惜, 国家的颜面, 国家的尊严几乎快, 在航空界被伤害了, 所以当时, 林珊山部长非常慈悲, 他说我要排除受贿的口仇示威, 绝对以国家, 以国民的安慰为重, 我相信七千年的文化, 若是没有七千年的文化, 风水学的政治政见的时候, 不可能留到七千年的文化还不灭, 所以我就到公司去看, 结果发现他的门表面开楼门, 结果错了, 要开府门怎么开, 旺气当下四十年的旺气在西南方, 这风水的法则呢, 悬空爱心悬空大挂的法则啊, 赶快改过来, 所以改过来以后就稳定了, 到最后, 公司有盈余了, 国家要他们买桃园机场出来, 现在的华航园区, 整个的设计过去, 度假中心做不起来, 拿完了重新设计, 所以公司来请德国, 法国, 美国, 日本, 设计师设计了, 我说这个违背风水都不行, 全部摔掉, 一样也没有财纳, 到最后, 我们国家的中心, 顾问工程师, 设计了, 设计了依照风水学的妙法, 中华文化道童风水学的妙法设计, 加上用意来查知吉凶如何, 所以就开始设计施工, 建设到完成, 要建设到完成的时候, 开始善良, 也要用幻背法来供养天, 到最后, 落成了, 由我们维新圣教幻背学院, 维新宗幻背学院院长, 袁松院长带领了本教的维新幻背法师, 一起在新的工厂三天的华会, 到最后, 来超度, 所有在航空离难者的院领, 然后才搬进去落成, 到现在来, 已经平安又赚钱, 这是中华民国的国格, 所以, 你再有好的命, 风水错了, 那也是莫果奈何耶, 所以林宁三部长, 他很慈悲的, 叔叔啊, 我接受这个中华文化道统的智慧, 一定要一教风水, 一教易经, 而五千年的文化, 能够留在千秋万世, 再没有任何一个文化的智慧, 比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风水, 留着有五千年, 最初回去有七千三百五十多年了啦, 所以这集市有好命, 你要打拼, 公司的打拼大家很用心, 很努力的, 那么风水错了, 真的可怜耶, 在飞机上泥烂的, 哪一个病不好, 公司经营者的病也很好,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个劫难, 风水问题咯嘛, 所以王产老祖开述我们, 你要当自己的财神爷, 你一定要来学艺经, 大家学艺经, 做人处处可安心, 大家学艺经, 做处工作可顺心嘛, 而即使本位信圣教的上圣心法, 所以王产老祖开述, 若人欲知知命啊, 可转运的时候, 用意, 你可了知六十四卦, 六十四个方向圆满的, 那么勤修立行, 可版院啊, 命卦真禅见昏明, 却命卦, 每个人都有命卦, 真禅里面的真实欲在哪里, 这就是尊残, 我们接着下来, 要为各位来开示, 我要讲到那里, 四时, 我公路了, 公路完毕的时候, 四时, 大楼金仙王产老祖, 在八卦天心圣台上, 云梦山的, 八卦城的正中央, 八卦圣台的上空, 在空间里面, 关心沙婆世界众生之苦, 关心沙婆世界众生, 各种各种的苦啊, 生老病死, 喜怒哀乐, 贫护贵贱之苦, 王侯将相患夫走迟之苦, 所以日夜烦恼, 为名为利走十方啊, 我们每个人, 大家都有尊严, 为名为利走十方, 现在社会上就是这个社会现象, 大家为名为利都没有罪过, 这是每个人的行公利的方向的不同, 过有不同, 也不是说他的为名要选什么了, 那有罪过, 绝对错了, 他是花大片心, 他要用他的福报, 来分享给国民, 不然换我们, 我们没有让福报可以分享, 一家五口人的福报, 我们一个人的家长夫妇, 福报就不够分了, 家里一点点倒倒, 那我要花怨, 为国家, 为地区性, 为县市, 花怨, 愿意将他的福报, 来奉献, 所以我们要尊敬他, 我们要恭敬给予赞叹, 所以每次当选举到了, 开始对立相互的隔岸叫嚣, 相互的对骂, 相互的结昌疤, 祖宗八代挖出来, 我们的声部红, 其实你挖人家制造是非假象, 乱民心, 让他能够失败, 让自己成功, 做都是众生的偏差思想, 没有包容, 请问, 历史以来, 哪一位神有在公里分你我他, 神都是用爱, 来分享给大众, 那么我们很多地方民力代表, 或是国家的领导, 副领导, 副元首, 等等呢, 都一直在争着, 未免未利走十方, 他们势在要将自己的福报, 来供养出来, 表面我们争, 事实上他心理所凸显出来了, 是要将他的福报供养出来, 那么相对的, 当下我们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这么多的法师, 白天晚上, 日月操劳的众生的烦恼, 深刻意供养完产老鼠, 来为十方善信大德, 来排除一切困难, 排除一切的烦恼, 那都是要将我们法师, 自己累劫所留下来的福德福报, 要分享给我们的所有维新贤士, 同修十方大众们耶, 我们应该感恩耶, 应该知恩, 感恩和报恩, 报恩就是我们把法修好, 把自己的心要顾好, 把自己的恋要顾好, 不要让自己恋的变成恶恋, 哎呀, 那就很可惜了啦, 所以, 就是老主开示, 日月烦恼, 未明未利走十方, 这十有八九不如意, 成功失败, 顛倒顛顛倒, 命运作弄, 命运来作弄我们, 所以这一点耶, 我们应该认知这一点, 就是说日月未明未利走十方, 利, 我们的利是利他, 不是利己的, 而本为新圣教的利是利他, 所以在2012年, 本为新圣教, 我们的教义, 真的益道来利他, 而得到, 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又入围, 世界上只有十一个入围, 宗教上也只有维新圣教, 新兴宗教是入围, 是利他的, 他的, 不是只有利己, 利己是小事, 利他为重啊, 所以我们才得到, 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 给我们的赞叹和肯定, 所以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 我们的维新文化, 鬼谷文化, 是未来, 两岸, 中华, 山主尔林, 也是世界人类, 共同成就的一座宝塔, 一座灯塔, 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 应该要有所认知, 更严, 把自己内心所学的, 来回向给十方法界, 将所学的, 来就利他, 虽然你利他, 所十方, 但是众生业障重, 我们施则无业障, 受则业障动, 当然, 还是又会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 十有八九不如意, 当我们维新社教各位法师, 愿意将法谱传的时候, 还是不如意的不要弃蕾, 因为我们施则无业障, 受则业障多, 所以, 当你发出这个爱, 慈悲利他的时候, 我相信, 我们希望家家户户, 每个人都成就为五路财神的, 圣孙、法孙与化孙, 祝福各位! 各位! 维新圣教, 谢天文, 其安消灾法会坛上, 列祖列宗, 朱祖之灵, 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 当下,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 如何成就为五路财神经, 为什么我们要练, 零三会记, 零三, 我们事业要顺利, 人生一生要走得很平坦, 就是要从零三去修, 若是你, 只有用我们的念头, 巧计百般, 我们的事业只是一时, 这是不变的真理, 曾经有一对双胞胎的兄弟, 同年同夜同日生, 同时生, 那么哥哥咧, 很认真地赚钱, 啊, 弟弟咧, 很认真地花钱, 然后哥哥, 他所赚的钱呢, 弟弟到外面, 吃过嫖毒云以外, 没有什么不了丝毫, 所以哥哥就来问, 请示老祖, 老祖师真开示, 万般皆有命, 半点不由人, 摔他的命挂, 好, 残着命挂, 水泽洁, 水泽洁, 水泽洁挂, 五年生的, 好, 那那么, 老大, 那就是财, 云, 就相差两分钟, 命就不同, 所以这个大的, 水泽洁挂, 五火财, 忘得不得了, 不能赚钱, 然而冻出去, 主生鸟, 又很乐观的人, 那么老二怎么算, 老二就是要退一个十, 就是主生鸟, 化退, 老二的库, 都化退了, 老二的, 他本身, 也是才摇油, 但是主生鸟化退, 老大, 才望, 动化主生鸟回头生, 而且他们哭, 主生鸟, 哭, 都不动了, 所以老大赚了很多钱, 老二的就拼命把他花钱, 我说命啊, 命啊, 而且呢, 老大, 他也在修, 老二, 无修, 因为主生鸟化退, 福神化退, 所以, 所以, 老大, 他很用心的拜佛, 用心的诵经, 用心的禅作, 所以老大赚了很多钱, 老二, 没有修嘛, 那就是零三仪会, 万年灯, 零三, 有修行, 你就是零三很富有, 没有修行, 零三就是天库, 天口, 所以零三, 人人有个零三塔, 零三塔下好修行, 零三, 就是天库, 天库就是修行, 然后有智慧, 然后要有爱心, 做事没有修行, 修行就修正, 错误的行为和思想, 然后智慧, 没有读一切书, 你不知一切圣人的真理, 那绝对天库破洞了, 再来, 爱心, 你不知一切, 你不知一切, 才能成就为阿弥陀佛, 很慈悲, 在取卸众生的痛苦, 然后给予幸福, 所以本维新圣教, 教过分寿道场, 我们的助俗法师们, 你有道场了, 在各道场, 用你的识别所学的, 把众生的痛苦, 取过来, 然后给予好的方法智慧, 教他如何修身养性, 所以我们的维新圣教显示, 你们一定要修灵山, 自然天库就有, 要修灵山先从修行, 然后智慧和爱心集合为一, 然后带领着, 所有你们的学员学生, 还有十方善心大德, 给大家一起来学习修行, 修正偏差的思想与行为, 好在智慧要诵经念经, 开启自己的智慧, 然后用爱心去布施, 那么每个人都是浮动化身, 每个人都是财神爷啊, 听我哦,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 然后他们说, 师父,你们在培养什么? 好,我们培养的多多分, 不一样, 我们的学员同修, 要做神啦, 不要做鬼啊, 要做才神爷啦, 不要做善咖善屁屁的恶鬼道啦, 要做佛啦, 不要当众生啊, 佛就是有智慧的人啦, 众生就没有智慧的, 众生有什么样的众生呢? 师生, 胎生, 暖生, 和化生, 是众生, 师生, 最高的一堂啊, 就是师生, 而胎生, 坏习惯, 恶劣的行为, 都拿来用嘛, 哦, 这么, 暖生, 迷信, 买去啊, 然后, 化生, 随性, 人家去, 帕富, 你就跟着去, 无恶不揍, 你就跟着走, 我们迷路啦, 可怜啦, 我们来世间上, 不是要来为这些迷啊, 所以, 维心圣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 我们希望各位维心贤士同修们, 好好依教奉行, 依法而修, 用在生活上, 你就是王产老子的化身, 也是王产老子的圣身与法身, 三身融为一体, 所以, 啊, 我们上一节讲到说, 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们, 为利他奔走十方, 啊, 但是, 世间, 我们的众生, 啊, 未利己, 啊, 在走十方, 很可怜, 啊, 啊, 十有八九不如意, 你再怎么记下来, 十有八九绝对不是你的意, 因为我们逆天的法则了吧, 随时被押住了, 就失心嘛, 贪心啊, 痴心, 没有智慧, 好, 啊, 成功, 失败, 颠倒, 颠颠倒, 人在世间上最可怜的就是颠倒, 颠,颠颠倒, 好了, 命运, 啊, 那些戏弄, 人世间, 我们来世间上, 那些苗文, 都被自己的无名, 自我戏弄, 被自己的无知, 自我摧残, 啊, 被自己的贪, 两句话你就蹦蹦跳跳跳起来了, 不择手段, 来以计较斗争, 抢夺烈杀, 是可怜的众生和动物一样啊, 所以, 我们在世间上, 常常有颠颠倒, 颠倒颠的, 人世间出苦啊, 才有一些小孩子, 小小, 就说, 哎呀, 世间很苦啊, 我好后悔哦, 我干嘛要来, 好多小朋友, 一岁了会讲话就这么讲, 修得金空博咧, 看到夫妻爸爸妈妈吵架, 啾啾啾, 世界上有什么可以吵的, 一两岁的小菩萨, 小儿子小女孩, 对爸爸妈妈每天为小事而争而吵的, 他还是笑着你们世界有什么好吵的, 这就是告诉我们大人, 姓迷了啦, 迷信了啦, 都是从利己开始啊, 不是利他开始, 若是你从利他开始来思维, 你绝对不会有那么多烦恼, 所以佛心释迦牧里讲了那么多的道, 好了, 恩怨情仇啊, 祝此生啦, 恩恩怨怨啦, 情仇, 祝此生, 荒有天堂第一文, 天堂第一的文, 我们时时活在天堂里面, 我们也时时采在地狱文, 天堂光明的想法, 我们也利他, 为众生修一切法, 清水烈苦, 这本维心圣教是立他的法门, 从我三十三年前的当下, 南天文打开了之后, 所有诸天圣神佛附他下来, 都一起天堂合一, 和各位天堂合一, 借着各位的口, 你们的身, 和你的意念, 公诵诸经, 每当地球有灾难的时候, 我们就依教奉行王殿老祖带我们诵经, 练佛拜佛, 法会生涵, 集办巨主大典, 这都是在地做利他, 做神的工作耶, 所以在十几年来, 从萨士, 清流感, 口提意, 臭氧成破洞, 天坑地洞, 一千一百五十一个洞, 地球陷下去, 再来, 日本呼斯山的火火山, 一直存存于都要爆炸, 美国的黄石公园火火山要爆炸, 再来去年甲午年的伊波拉病毒, 这些都围挤到地球人类的安危耶, 那么王殿老祖带领了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 王殿老祖开示药方, 如何来消灾化解, 一一的都解除了, 按照讲的时间, 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全部解除了, 这几次我们维新圣教, 各位的天命嘛, 是带着各位, 修行做行, 做魂, 做金刚, 菩萨, 所以才有维新圣教, 得到天界, 都肯定, 在以未年的今年, 一月九日, 维新道账开券圆满,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圈开券圆满, 然后一月十一日, 就得到中华民国内政部和教育部给予, 肯定成就为台湾第二十八个新兴宗教, 而这都是天意, 我们要去做, 要去一起去付出, 所以这就是天堂, 当我们今年预迫了病毒, 要诵经一千万部的功德之后, 好了, 熬产老祖开刺于三月二十二日, 农历, 我们要, 深谈护国习灾水陆大法会那一天, 刚好一千零七万部的天德经功德, 结果那一天下午, 得到国际的疫波拉病毒解除了, 这是天堂啊, 我们好高兴, 我们都活在天堂啊, 若是我们一直说, 你怎么那么傻, 我们为什么这么傻, 为别人在祈福, 人家在享路, 在那边喝酒, 在那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怎么这么傻, 你就活在地狱了啦, 所以黄产老祖给我们天堂地狱的助我选择, 所以我们脚踩的一脚是天堂, 一脚是地狱, 自己来判斩, 所以这是天堂, 这是地狱, 我们两脚踩的一脚是天堂, 一脚是地狱, 你往善的去行, 你就善心, 你就在天堂, 你的恶死恶累, 你马上活在地狱嘛, 所以有一些宗教修行的朋友, 我说奇怪, 你们都这么傻啊, 我说我傻, 我也没有比你穷啊, 我们所有的违心仙事都很富有耶, 大家都是天堂的神耶, 你再怎么修笑我们, 这么傻, 你马上就在地狱里面啦, 你的祖先祖灵, 就一起跟你学着, 哎呀, 对对, 我们的祖子孙孙, 这个想法对怎么那么傻, 那么他就跟你一起下地狱, 那么我们的心, 我们好好, 我们诵经来为大家祈福, 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为人类来祈福, 为中华民主的圆容, 来举办祭祖大典, 那么当下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宣誓, 你们都活在天堂耶, 算心安的境界就天堂嘛, 自私自利, 愚痴就是地狱嘛, 马上可以感应到啦, 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 死亡大众们, 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处可安心啦, 大家学义经, 修行道上可见性, 大家学义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大家学义经, 国家社会, 定, 太, 平, 这是我们维新圣教, 共同的本业嘛, 所以, 大家都是很富裕, 你们有好业吗? 嘿嘿, 好业, 好业人啊, 好业人啊, 好, 好, 希望各位大众们, 好, 你们不要用, 不要用自私自利, 狭隘的眼光来看维新圣教, 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 你们不知道, 维新贤士同修的心, 你的世界, 好, 外面, 哎呀, 你都没心啦, 越境啦, 风水啦, 太肤浅的看法, 你就当下活在地狱, 我们还是活在天堂, 时时为大家的祈福, 好, 各位同修也不要为了说, 哎哟, 他们笑我们, 好, 我们就不做了, 嘿嘿, 啊哩哩, 咱就有痛苦, 每天轮回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脑海, 在我们心中, 那我们当下就自我先, 开创一条往地狱之路, 啊, 你要再回来, 已经百年生了啦, 啊, 这极是五路财神的精神, 东西南北中, 不偏不倚, 一切引力他,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我们的心和念都一致的, 那你当下, 你就是五路财神的, 圣身法身与化身了啦, 所以王产老祖开示, 有天堂第一门, 都是自己造出来的, 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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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各位同修们, 啊, 大家正知正见, 好, 为大众祈福, 你就是, 灾心亚, 有圣身法身与化身了啦, 啊, 祝福各位, 祝福大家, 幸福平安, 阿弥陀佛。